你知道普通人眼中的天价画在富人眼中又算什么吗? 这幅画名叫《花瓶里的十五朵向日葵》 是艺术家文森特·梵高于1888年绘制的作品 1987年该作品在伦敦加士德拍卖会上以3992万美元的价格卖出 这幅画名叫《幼·毕加索》 是西班牙艺术家巴伯罗·毕加索的作品 该画作在1981年曾以580万美金的价格售出 又在1989年以4790万美金的价格被一位神秘富豪买走 这幅抽象画名为《1949年1号》 是画家克莱福特·斯蒂尔于1949年的作品 2011年成交价为6168万美金 这幅画名为《智川安智》 是我国作家王蒙的作品 2011年在北京保利拍卖行以6211万美金的价格卖出 这幅画名为《无提》 是艺术家马克·罗斯科的作品 2014年被一位匿名买家以6600万美金的价格买走 此画名叫《阿利斯康·阴林大道》 是艺术家文森特·梵高的作品 2015年在苏富比拍卖行以663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这幅画名为《无标题XXV》的油画 是艺术家威廉·德库宁于1977年绘制的作品 2016年以6632万美元的价格卖出 这幅画名为《女神像》 是巴伯罗·毕加索的作品 2015年在加士德拍卖会上以6740万美元成交 此画名为《四马龙》 是艺术家安迪·沃霍尔1966年的作品 2014年成交价为6961万美金 这幅画名为《形式对比》 是艺术家费尔南·莱瑞的作品 2017年以701万美金的价格售出 此画名为《无标题》 是艺术家塞·托姆布雷的作品 2015年成交价为7053万美金 这幅乔治·戴尔说话的肖像 是艺术家费莱西斯·培根的作品 2014年成交价为4220万英镑 这是我国画家齐白石先生的作品 该画名为《松柏高丽图·传书四颜连》 于1946年创作 2011年在加德拍卖行 以4.255亿人民币的价格成交 这幅画在2007年 以7284万美元的价格 售给了卡塔尔王室 该作品名为《白色中心》 是艺术家马克·罗斯克 在1950年时完成的一幅抽象画 这幅画名为《一号红色和蓝色》 同样是艺术家马克·罗斯克的作品 2012年该画作的成交价为 7510万美金 这幅《绿松石·玛丽莲》 是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作品 2007年以8000万美元的价格 私下售给了一位神秘富豪 该部面有画名为《劳动者》 是艺术家文森特·梵高 1889年的作品 2007年成交价为8131万美金 这幅画名叫《十号》 是艺术家马克·罗斯克 在1958年时绘制的作品 2015年被一位匿名买家 以82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 这幅抽象画名为《黑火一》 是巴尼特·纽曼于1961年时的作品 2014年成交价为8416.5万美金 这是俄罗斯画家卡基米尔·谢维里诺维奇 马列维奇的作品 名为《至上主义》 2018年这幅画在加世德排卖会上 以8580万美元的价格收出 这幅画名为《克鲁雄与康宝泰》 是法国画家保罗赛上1894年的作品 2018年成交价为8750万美金 这幅印象派有画名为《睡莲池》 是法国画家克洛德·莫奈1919年时绘制的作品 2008年神秘富豪以9040万美元的价格 购买了这幅画 该作品名为《护士》 是艺术家罗伊·利西腾斯坦 于1964年绘制的作品 曾在1995年时以17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2015年该作品的成交价为9536万美金 这幅画名叫《安娜的光》 是艺术家巴尼特·纽曼1968年时的作品 2013年被一位匿名买家 以1.057亿美金的价格收购 此画名为《甘草堆》 是法国印象派艺术家克洛德·莫奈的作品 2019年成交价为1.107亿美金 这是挪威画家艾德华·蒙克于1893年时的创作 名为《纳喊》 表达了强烈的焦虑 2012年以1.2亿美元的价格售出 这幅天价画名为《爱蒂尔肖像一号》 是艺术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 于1907年时绘制的作品 2006年成交价为1.35亿美金 这幅画名叫《女人三》 是艺术家威廉·德·库宁 于1953年时的作品 2006年该作品的成交价为1.375亿美金 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二贵的画作 此画名叫《第五号》 是艺术家杰克逊·波罗克于1948年时绘制的作品 2006年以1.4亿美金的价格出售 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贵的画 该作品名叫《第六号》 紫色绿色和红色 是艺术家马克·罗斯科1951年时的作品 2014年以1.4亿欧元的价格出售 这幅画名叫《17A》 是艺术家杰克逊·波罗克1948年时的作品 2015年这幅画的成交价为2亿美金 该作品名为《交换》 是艺术家威廉·德·库宁在1955年时绘制的作品 2015年9月以3亿美元的价格售出 这幅画是目前世界上可出售的最贵画作 名为《救世主》 创作者是列奥纳多·达芬奇 没有在前最佳艺术家主要是因为他的头衔真的太多了 无论是在绘画、音乐、建筑、数学、几何学、解剖学、动物学、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物理学、土木、工程学等多项领域中都有显著的成就 这幅画是达芬奇在1500年时完成的作品 2017年在加世德拍卖会上最终以4.5亿美金的价格卖给了沙特王子 同时这幅画也创下了艺术品的最高卖家纪录 虽然这些昂贵的画作在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 甚至想把它看懂都很难 但其实以上的每一幅画都代表了艺术家所想表达的一种特殊含义 只不过真的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 至于感受到的结果 可能只有你自己才会知道